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4月7号 圣日门试杀拜仁 星期四凌晨 欧冠半准决赛 展开第二比赛日的争夺 其中一场焦点对决 为拜仁慕尼克 主场迎战巴黎圣日门 拜仁慕尼克 现在缺少了黄牌利云道斯基 实力受选就所难免 反观对手巴黎圣日以门 之前缺阵的尼玛 现在状态占入街景 他们还有另一杀戏 麦巴比座阵 今次相遇 巴黎圣日以门赢面值得看好 拜仁近段时间表现非常稳定 过去七场各项赛事大获全胜 单场入球数在三个以上的场次 比比佳士 攻击力相当强悍 但球队投号射手 风扇核心的利云道斯基 在之前的国家队比赛日中受伤 预计缺席四个星期 注定无缘今次同圣日以门的两回合比赛 要知道 利云道斯基这个赛季 是德甲有35个波的进仗 在神射手榜上摇摇领先 而拜仁全队的入球数 也不过是79个 一个人的入球在球队总入球数 的比例将近4成5 可见利云道斯基的贡献有多大 不过再多讲都无法改变 他缺陣的事实 想要赢比赛 唯有寄望其余球员 所幸拜仁 阵中拥有多名具备战力的球员 阵中入球数超过5个波的 还有汤马士梅拿的10个波 格纳比9个波 和哥利斯卡5个波 上将同来比石的强强对话 也只是哥利斯卡的入球 帮助球队拿了3分 但需要注意的是 拜仁阵中并没有一个 能够胜任利云道斯基后备的球员 这个情况 将成为他们今场比赛的劣势 在阵地进攻效率 威胁程度 都会有所降低的情况下 想要击拜勢要完成复仇 求胜深切的圣日耳门并非逆时 过去8个赛季 圣日耳门有7个赛季 都成为最终的联赛冠军 在国内杯赛 他们也有不错的表现 近6届法国杯 有5届能够夺冠 今个赛季法国杯 也已经杀入8强 而过去7届法国联赛杯 圣日耳门有6届成为最后的冠军 可以说他们基本垄断 法国国内的各大錦标 球队统治力之强 也不用多讲 不过今个赛季 由于受到伤病 疫情之类的因素影响 导致球队今季在联赛当中 的势头不及过往 并且在前一场的关键比赛 由舒比利尔 导致球队跌至第二 目前踢完31轮有63分 落后利尔3分 不过在欧冠赛场上 圣日耳门的表现 就要优秀得多 分组赛力压曼联 来比石投名出线 16强战巴赛 麦巴比在尼玛决阵的状况下 单核大队碾压对手强势晋级 现在尼玛已经相遇归队 相巨头搭配 绝对是左右圣日耳门 晋级之路的重要因素 本以为今次对决 会是上赛季欧冠决赛的 完美重现 但利云道斯基的缺席 也令胜利的天平 开始往圣日耳门的方向倾斜 只要他们能够利用 好麦巴比的速度优势 他破解拜仁的防线 还有尼玛能够把握住得分的机会 圣日耳门必定能将胜利拿走 在阵容方面 拜仁中场道格拉斯哥斯达 同道列素相决 圣日门中场柏列迪斯停赛 后卫巴尼特恩商不可以出场 中场华拉迪恩感染新冠 无得踢球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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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